诶 阿凤 我们小姐有一些东西 要跟你说哦 耶 哈喽 阿凤 其实你给我的第一印 实际上是非常的酷 哈喽 阿凤 其实你给我的第一印 现在是你很红哦 那我怎么会一样呢 你真的是不可思议 为什么要这样呢 因为啊 你这样的身形 可以爬伞又上又下 你说我这个是不可思议 简直是一流 我咧 我觉得你阿凤 你是一个比较牛重一点点的人 我就觉得你对人也是很有的 任性在当中 无论如何 我们都爱你 小祖是一个很温暖的家庭 因为时常在我软路的时候 我们的主人都会用上帝的话语 来鼓励我们 所以多多爱小祖 加油 以前我是一个人 从小到大都是记不出来的 然后在我年少的时候 我选择了看 然后我选择了我要走我自己的道路 所以走我自己要选择的道路 然后一路上都是点点状况 没有什么看望 因为我活在黑暗里面 然后直到在五年前 不过我姐姐带领我回到教会里面 我重新的认识到神 然后重新的更多认识到祂的爱 然后也因为微生的在这个教会 他也改变了很多很多 神改变了很多很多 然后才透过小祖 让我们学习到一起的成长 在信心上也成长 在看见上也成长 然后也用得对去爱 去给予 一起的去帮助 那些需要帮助的 所以我一个讲识真的是很棒 很开心 一直带领我的 神 然后连个小组 带领我们一起成长的一个比赛 一起的加油 如果 一般居住在我小学的时候 我常常被人记住 OK 当我去到中学的时候 所以我不想被人记住 他们的地方很多 在我身上 所以在这段段时间的时候 有经历到大家 然后有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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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要正常的温和 你动力的身体 到我学习出了过后的时候 就是透过小组和夫人 给了我一种的安静 如果是神的话 所以我的生命环境 都被改变 OK 所以这个就是 这个就是 这样一个讲识 我再跟你讲 耶稣就是 道路整理的生命 OK 就是 就当你进入到 神的大家心里 神的道路里面的时候 你会看见 神的道路是成为盼望 OK 所以我鼓励你 回到神的社会里面 你渴望的神 不然就是忘了 你和我 是 不动 从我认识你 我们认识到现在 我们应该 大概会有三四个月啦 我也是听过 你跟我说 你的一些的 过去啊 你的风雨啊 我觉得 你也是一个 蛮很强的一个人啊 不过也是 希望能够 透过这一个的 影片能够 鼓励你 再更加的 坚强 不要一直 只为这过去 而奋斗 而是要为这未来的 去奋斗你的未来 记在你的手中 在你的掌握子中 所以 最近也是 开了 你的 当口也是做这些生意嘛 所以我感觉也是要鼓励你 呃 更上一层柔能够越做越好 加油加油 当你在照顾神的懂汉的时候 神也会照顾你的懂汉 所以 不要 不要放弃 加油 呃 其实呢 小组对我来说 是一个 充满爱的地方 呃 神的话语 呃 希望未来的日子 我们能够陪你一起去成长 加油 还是神的安排 当中 我们今天是因为 我们也加入了我们的这个小组 让人啊 来到学习 如何来到成为 这个人的手的姐妹 我们相信说 神在你的生命当中 有一个不一样的计划在当中 呃 所以我也祝福你呢 其实你在接下来这个的 神的道路和生命当中 可以来到更加多的成长 然后我们也希望说呢 在这个小组 这个团队里面 可以来到你的帮助 还有安慰 希望我们可以在 接下来的这个时间里面 来到一起 来到从这个神的道路里 一起 无论是有什么的 啊 问题遭遇的一些 困难的 开心不开心都好 我们都是你的一家人 我们来到分享 名字更多的 也祝福你啊 啊 你的这个 人生的道路当中 是有这个 子的陪伴在当中 你不孤单 你不是一个人 所以我们也是 一定要这样子 来到爱你哦 点燃了美丽的梦 小时候 我们的笑容 仿佛在当时的灿烂星空 到底有多 大默 神爱丁 我们也爱丁 我们也爱丁 让我们一起回答